然后我就很好奇 我就是稍微知道 但是我后来知道以后又很害羞 又不想知道太多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身为儿子 然后妈妈是做人体模特 不仅是在过去 那在我们那个年代 80年代你也会觉得 好像对一般人有一个很神秘的 一个面纱这样子 欢迎收听创作者说 我是Kiss研究生 今天我们一样是金马58的特辑 创作者特辑 我们这一个特辑 就是我们会连续几周 邀请一些入围金马奖的一些创作者 一起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创作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创作者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特别的一位创作者 而且他入围的奖项也非常特别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之前在做那个 金钟五六创作者特辑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这个作品 然后后来拿到了金钟奖 金钟奖做完之后呢 看金马奖的时候呢 又入围了金马奖 我后来想说 原来同一个作品 是可以两个奖项之间跑来跑去的 所以呢 我们就想说 找他一起来聊聊 这一个很特别的一部纪录片 他在金钟奖的时候呢 是入围非戏剧类节目的导演奖 在金马奖的部分呢 是入围最佳纪录片奖 导演李立少呢是四星广电系毕业的 然后他后来呢 到了北京电影学院 去那边进修 开始做纪录片呢 已经做了20年 他的作品呢 这一部呢 是读乌者的乐章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一部纪录片 我们待会呢 可以再更深的来聊一下这个纪录片 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 读乌者的乐章的导演李立少 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这个先是金钟奖 再是金马奖 一般纪录片都是可以这样入围的吗 一次两边 一般因为其实说真的 纪录片蛮可怜的 他们没有什么资金啊 所以很多资金 你要是自己筹的话 基本上很困难 所以有电视台的一点资金 就会变得比较容易 所以电视台 他就会去报金钟嘛 报完 那因为他是长片比较电影的形式 那反正现在Netflix 不是也是可以参加奥斯卡吗 所以我觉得这两者媒体 其实就纪录片来说 真的大部分的很多资金 都是从那个传统的媒体过来的 对 然后顺便跨到电影 那是不是真的会在电影院 做一个比较流通的管道 有时候就未必 但是他就是变成说 好像你有这个东西 大家会比较容易多注意一点 我也觉得很奇怪 金钟讲大家觉得还好 金马讲大家眼睛 就会稍微睁大一点 这个蛮诡异的 你那个时候入围的时候 你自己有觉得很惊讶吗 入围金钟还好啦 因为我们本来在做的时候 这个格式就会希望说 接近一般人 那因为如果说你电影的话 包括很多那个size 或者是表现的语会 有时候会希望更模糊一点 更所谓更艺术一点 那我本身就没有这个企图 所以一定要做成那种风格化的东西 只不过说 刚好如果可以在电影院放 然后电影的观影人口 是可能跟电视是另外一群 比较文青的关心议题式的特定人士 他也可以看到 那就还蛮好的 导演我看你拍纪录片 已经拍了二十年 二十几年 我看这只要上写1999开始 对就断断续续的 没有说非常认真的 一步接一步 我们就是一边工作 一边拍自己喜欢拍的东西 比较接近这种形态 所以没有在拍片的时候 你其他的工作 我们也是一样在电视 帮电视台做一些案子 或者是广告 有时候戏剧也有 就说其实大部分的 纪录片工作者 都是这样子活的 我不相信有谁可以一步 养一步接一步 好像是 但是等于说你一般平常 可能会接一些商业的案子 然后再酷合一下自己的作品 其实也没有办法太商业 你纪录片拍久 就会觉得商业东西不晓得怎么 我有拍过 就是那个思维是完全不一样 就很难立刻跳 只是说做一些可能叫做格式化的 就是一些 因为媒体它会有一些格式 你格式化也比较容易去产制 比如说你就是多少天内拍完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对双方来说 都有一个比较好达标的一个共识 那拍纪录片常常一拍 就是一年以上 都是以一年年为季的 没有几个媒体愿意花这种资源 很难很难 可是如果是这样 你拍像过去 我看你有二十几个作品吗 这样一路做下来吗 就一开始是从什么纪录片拍子拍的 一开始 我可能跟李慧人会有比较接近一点 就跟其他的那种所谓 一开始就在做长片 做独立的体制 内也好外也好的 导演有点不一样 就是我们一般在帮电视台做东西 或者有这个机会的时候 然后顺便想说 比如说你碰到一个好的题材 你会觉得 这个你放在电视太可惜 那我们就试着去把它变得活泼 用纪录片的手法 然后纪录片的形式 然后看能不能接受 假设制作人或者是长官他们觉得还不错 他也可以接受 那我就偶尔会出现这种东西这样子 所以那这种东西的话 你就变成你可能跟那个 人家要教的 你要教的东西也未必相符 你就变成例外额外在花时间 我有时候刚开始采取这种方式 比如说我们去个地方拍国外好了 本来是拍A题目 然后拍一拍觉得 有发现了B题目 这个题目更好 那可是其实你要教的是A嘛 那你还是教给他 那我们设法自己再用找一些资源 自己再去想办法凑一些钱 然后再去拍那个B题目 然后把它尽量再发展下来 然后那个可能就比较没有时间的限制 你就自己慢慢拍 你要拍半年一年都随便你这样 对 那大部分有好几部都是这样慢慢产制出来的 然后一方面就是还是要接一些其他的东西 微生嘛 对 很现实的问题 去国外这样子接啊 对 像我之前拍那个 电面游戏对三部曲 他整个缘由就是说 因为我们帮电视台去海外 去太北那边拍一些志工啊 拍一些服务的东西 但你会发现那边的历史跟人文嘛 对 那我们也当然是觉得那很棒啊 回来找资料想像电视台提案 不可能 他们其实每个媒体都有他的台性 跟他的制作预算他可能不容许你在那边搞一年 然后花那么多钱 那其他人怎么办 对对 其他的编导他又觉得你为什么给你给他 对啊 不可能有这么每个都像那个公司的科师傅 科金员那么棒 他可以长期追踪 没有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就变成说发现了 然后电视台不要 没关系 我就自己去找一些基金会啊 朋友啊 大家慢慢凑一点钱 然后再过去 那花比较长的时间 就是你可能 本来应该是一年要拍完 你可能就变成要花两年 甚至三年 利用这个零碎的 比较没有办法整合的时间去零零碎碎 把这个东西拍完这样 相对的也有趣啦 因为他时间拉长了 他反而会有另外一个东西跑出来 所以等于说你在出去的时候 发现一个题目 是 其实我刚刚本来在想象说 是不是跟着像时尚玩家出去 然后他们拍美食 然后你自己研究自己的 开玩笑 这个也可以啊 比如说你把时尚玩家拍成一个 什么台湾时文化 就是他是 你会很好玩啦 就是你发现题目这个事情 你平白无故自己跑也不大可能 不大可能 对 会那么广 可是借着一般任务出巡的时候 就不太一样 你有时候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人 对 对 就会有一些机会 就放在心里面就好了 就放在心慢慢酝酿这样 可是等于说 导演你是也接触很多 非纪录片型的 然后甚至是一些 就是比较更商业的 但是在你的心中 你自己想要做作品的时候 还是会做纪录片 那个是你自己非常想做的东西 对 因为我觉得纪录片 你拍久了拍戏剧 你就觉得很假 就是拍什么都假就对了 就是那个真实感 你会觉得很难去说服自己 我们也有拍过戏剧 我知道 拍戏就是说 你写了一个剧本 你就所有的东西就是 要达标 要执行 然后要压迫 push你的工作人员 跟所有的演员 去达到你要的那个目标 他就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然后你所有东西都往那边靠 那纪录片刚好比较相反 他就说你也有一个目标 但是那个目标可能 你自己也不想要长什么样 因为他的纪录 还在现实发生 你只能有个梗概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尽量在那个现场 去思考跟对方互动 然后边思考边拍 然后慢慢就会长出来一些东西 那很有趣 那个东西又是比较真实的 对 所以操作方法就会有这个区别 不过导演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那种 记录性质的实镜秀 就是他有点像实镜秀 他有点记录 但是又有点say 但是因为他就是在一个 很短的时间之内 要记录完一件事 像那样子类型的 导演觉得他算是 纪录片的延伸吗 还是综艺节目的延伸 其实我也没有说什么类型话 我只是觉得他们也蛮厉害的 我看有的也真的蛮好看的 我觉得他就是 那个从日本过来 日本几十年前就在做了 他们你也知道嘛 日本很多综艺节目 他很早就在做这种live 然后虚拟真实的东西 但是那个其实都是讲好 你也知道嘛 包括你跟对方的心 那个搭配你的人的那个待遇 你都讲好 他只是说把对方丢到一个 那个情境是 比如说竞赛事 或者是危险的 或者是有趣的 然后你其实都大部分人都预知 他可能会发生什么 只不过是 只不过是现场大家 再玩一次这样子 然后玩一次的时候 你又不让那些来宾去给 设定很多东西 他自然就会有一些 他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冒出来 我觉得也 也蛮好看的 只是说你说到最后 他其实 还是在大家的一个 产根制的一个游戏规则里面 去完成 所以会变得 他中间就有很多假的东西 对 可是假的东西 你也可以变得很真啊 对不对 老婆也是真的 只是他那个 对 只是他被重新再一次而已 但是还是真的 对 只是说他那个真就变得 是我去表演演出嘛 演出给你看这样子 那种东西 不过如果说是导演 你自己在看纪录片 因为每个纪录片导演 大家都会有自己的风格嘛 虽然说好像 可能对于一些 比较少看纪录片的人来讲 可能感觉是很像的 但是其实你们自己在拍音 看每个人的风格 都不太一样嘛 就要不要用音乐啦 然后要不要用照片啦 是不是什么都要配音啦 什么的 就是他会有各式各样的风格 在里面 因为你有觉得说 你自己特别喜欢 什么样的风格表现在 你的作品上 就可能也是每个人拍片习惯 其实就是讲白 就是个人喜好吧 你想怎么拍 就是纪录片好玩 就是说 他其实很接近电影 常常有很多老师 背的人 他们也都讲 假设你没有机会拍电影 戏剧一部 你想拍电影 那你就先去拍纪录片 对 因为他很多的可能性在里面 那实际上 你也可以去做一些风格 但是我觉得那个风格 可能都是在他的肉以外的东西 就是说你可能还是要先有肉 才有办法去想那个风格 有时候你可能先想 你要用什么样的模式去拍 你往往就不好看了 就是说那个东西也就 也就很容易就是破 一看就知道有破绽 那你往往就不要设定风格 可是你在拍的时候 你其实会自己会想要怎么 怎么摄影 怎么剪 怎么弄声音 那个东西就会慢慢的 按照你的感觉去捏出来 这样子 那你那个时候要是有一些意识 创作意识 就是说我这个时候再加一点什么 或者是少一点什么 可能会更怎么样 那个可能就是 那个风格就会慢慢的出来 就是那个意识 可能不是在一开拍就之前的事情 那可能是开拍到一半 甚至都拍完之后到剪辑阶段 才开始很有意识的 要怎么去处理它 这样子 就是说他 纪录片没有剧本 但是他的结构跟剧本 可以说是剪接台上发生的 对 是 不过因为你说像那种拍摄 可能都是用年期跳的 所以等于你最后在剪接的时候 手上是拿了满满的素材 在那边 是是是 那个后制的过程 应该也非常非常久 对 他其实就是折磨 但是如果你有多点预算 你就可以请别人 请真正厉害的剪接师 他用他的看法去帮你去整理 可是台湾国内的纪录片大部分 都很少有这种规格 国外有 那都是千万起跳的 对 他们就会请一个剪接师 一个剪接师 国外帮你整个顺片什么的 他就是就已经上百万了 是 对啊 这个可能上百万 可能是台湾很多纪录片工作者 已经很梦想的预算了 一支片子 对 对 所以我们也有去跟国外的工作坊 接触 我蛮清楚他们的操作模式 对 我想你自己拍纪录片 是自己一个人吗 还是说你有一个已经固定的团队 在跟着你做 刚开始一个人嘛 因为这小规模 你后面就会有一些搭配的 比如说有一些摄影 有一些助理 或者是有一些所谓企划这样的人 去辅助你这样子 去互动这样子 然后但是他 我觉得他太导演主导 就是有时候也觉得 那些工作人员真的 有点很辛苦啊 因为他们往往就是会 觉得目标不小的在 很清楚的在 不像说拍戏我今天就是要拍五场戏 对不对 然后或者是我做节目 我今天就是一定要拍完这一段 因为可能只有三天可以拍 所以他是很清楚的 就是要去执行目标 那拍纪录片常常是 三天我们就要追踪这个人 可是这个人可能没事 没有什么现象 那你就在那边等 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只会等他一个什么东西 结果他那个东西出来 可能还未必是你要的 所以他就会变成工作人员要有共识 不然大家就会很容易就精神涣散 然后就对 常常找不到人啊 所以搞到就很多台湾纪录片都变成自己一个人在拍 因为你没有办法付那个企划 或者是摄影师或者助理一个完整一个月的薪水 你自己想看 如果是完整的team 你一般拍节目可能四天拍完 他可以预算是多少 可是你可能是一年 你不可能要付每个月都是那么高的费用 那你找 然后可能产出的东西就是那么 还不是很具体这样 所以在台湾拍纪录片就落入到最后常常会变成 小猫两三次 国外是因为真的有预算 他们差不多大规模的长版电影 都是大概起码都是五百 都是很基本的 然后一千也是很常见的 对 所以他们可以养 就是一个group 他随时在那边standby 他今天没事 他在那边standby 你就是要发薪水给他 一样发薪水给他 要塞事情给他做 对 就算没事 他等他也是他的事 不然你到时候真的要拍 明天有什么事件要拍 找不到人 找不到录音师 对 那种很窘壮的事情 我们也发生过 对 可是因为像 如果是那种拍戏剧类的 我们跟很多那种戏剧类的导演在聊 他们其实很多都会在聊演员 因为他们要跟演员互动 让演员去表演出 他们要的样子 但是纪录片 其实你的受访对象 就不是演员了 他们的表现可能会 你比较没有办法控制 然后他也有可能 是不至于到失控 但是可能他不知道 怎么面对镜头 这种状况应该也都会有 所以像等于 你在跟这些受访者接触的时候 你要花很多时间跟他沟通这些事情 就是说一开始要让他习惯 那个镜头的存在 不要说有那个镜头意识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可能就是说 你在他平常做的事情的范围内 先去 他的节奏 包括他的生活节奏 所以我们常常拍老人家 然后我就会跟工作人员说 他就拍说 导演那我们下午一点半去拍什么什么 我说一点半人家是不是在睡觉 你问他下午有没有睡午觉的习惯 再说 一问果然有 每个睡到三点半 那就三点半再开始 那一般做节目不会这样 我们就一点半去 拜托啦 你可不可以让我们拍 对方也会很勉为其难 或者很高兴的欢迎 结果那个已经是打破他平常的生活状态 他等于是用一种很特别的状态 去迎接你迎合你 甚至是很疲惫的状态 那你拍出来的东西 一定就不是他平常的感受 所以我们都会 就以他的生活状态 他假设是夜生活的人 你就跟着他晚上去做一些事 对那你要把夜提到日 那就是比较节目的做法 那可能就是议题上啊 框架上都是设定的很清楚 他也准备好要讲些什么话 那那个东西就不会是比较自然的流露 当然我们拍的时候 他也会准备要讲些什么 可是你可以判别出来 哪些话是真的带感情的 或者是带真实感 哪些话是特别因为访问的时候 或者是镜头在的时候 他会特别讲给你听的 最明显就是第一个讲得很硬嘛 第二个不然就背稿子 不然就是讲来讲去 都是没有办法去跳到这个框架之外 那你就要去突破它 所以说纪录片常常会花很多很多时间 在跟那个被拍摄者做这种 你跟他的关系的建立 是心灵上的沟通 对然后你拍的时候又不能太破坏关系 因为我们也不是说去猎取人家的什么猎起 我们也是真的很跟他互动 有真心交朋友 所以拍完之后常常大家又变成朋友 或者是很长时间的联系 只不过拍的时候你就会变 那个关系会更像一个沟通好的默契 就是说九月九日他也会很主动的 觉得想要表现一些他想要讲的话 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比较进入状况 还要看题材 看的是什么历史的或者是生活的题材 都不大一样 好厉害 我们今天邀请到金钟得主 然后接下来也入围金马奖 读物者的乐章的导演李力少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作故事 我们休息一下请他继续跟我们分享 关于这部作品的更多故事内容 哈喽是Kiss研究生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创作者说 每一集节目我会邀请一位创作者 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创作故事 我们邀请过创销作家 导演 编剧 也邀请了创作歌手 部落客 YouTuber Podcaster 来一起讨论对于创作的想法 你可以在Apple Podcast Spotify收听 也可以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 我会分享每一集节目录音后的心得 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 创作者说 每周四上线 欢迎你跟我一起探索这些故事 背后的创作故事 导演 我上个礼拜啊 在看这个 《如屋者的乐章》的时候 然后其实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种 还蛮感动的感觉 你知道吗 我刚才跟我制作人说 我说这部片就有点像是 你做了Podcast 20年之后 跑去帮你爸爸做Podcast 那种感觉 然后或者是 自己做了什么时候去 我不知道 我就觉得这里面的那种感觉 非常非常特别 你自己也是 是什么样的心情 让你决定要来做这个作品 而且还是跟自己的 那么亲密的家人来一起创作 我后来都笑了跟人家说 这个影法逐利制片 他其实 因为就历史上来说 他的确是一个人物 但是因为又是 自己的妈妈 你就觉得每天 其实都生活在一起 那实在是 老实讲 我觉得很重要 但是又下不了手 然后一直就十几年前 就是一直有导演的朋友 他就是一直嘱咐我 说你一定要拍 你不拍你就是不笑 我就 哇有那么严重吗 我眼睛 因为那个导演 他是美术出身的 美术出身 他知道雕塑出身 他知道这个历史意义这样子 然后我还是没有下手 一直到我前两年 刚好生的大病 然后我觉得 那时候真的是快挂掉 然后后来好了以后 我觉得不行了 人生还是要该做的事情 还是要赶快去做 就开始弄这个东西 才开始真的下定决心 因为他资料 本来我就很熟悉 那其他人如果要进入他的资料 恐怕没那么容易 原因是因为他很多东西 他不是很爱讲话 很爱讲他自己分析的人 他也不善于去做 这些历史的连结 那我们一路跟上来 我就是变成说 我都有跟着参与 或者看到他的 某一部分的历史 只是说现在要用一个更大的 比如说艺术史 或者是一个什么 女性主义也好 或者是一个艺术脉络去连结 你就必须要更参考其他人 所以我也是很好玩 我也是看了很多论文 研究他的 或者是他学生帮他写的一些资料 然后去慢慢把它整合出来 然后才比较有脉络去做这件事情 导演你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影 应该是关于一个女性如何成长 然后在她成长中 慢慢有意识的看到 她的自我的创造力量 然后慢慢的把这些创造力量发挥 然后感染到其他的人 甚至创造出了一个 比较少人接触到的一个领域 对 然而他自己不知道 他自己不清楚他的重要性 或者世人 包括艺术界的人 也不清楚他这些东西 因为我看这个纪录片 一开始是切入在 要怎么称呼他比较好 要称呼你母亲吗 还是说 你随便讲 应该说你女主角 就是整个纪录片里面的女主角 然后是在那一个时代里面 非常特别 她是在师大做 罗体模特 所以其实这个切入点下去的时候 其实大家也可能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 但是他那个你又把他忽然一转过去就说 其实他做的这个是因为他有一个更大的梦想想要去做 想要去跳舞 所以像这些故事是你从小就常常在听的故事 因为我比较有意识 以来他是在跳舞 对于他做这个美术界的事情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三不五十在小时候 国中的时候就会看到报纸上有登他的消息 那登的也都是他就是一个穿个舞衣 坐在那边谈他现在做的事情 但又不免一定会提到他以前所做的事情 然后我又毛毛懂懂的又很害羞 然后一直到我高中是学算是美术嘛 设计类的 然后女同学跟我说 你妈妈好了不起哦 我说我妈妈很了不起 就女生同学讲的 这样子 我又觉得很厉害 都是女生同学 至少五六个都跟我这样讲 同班同学 然后我就很好奇 我就是稍微知道 但是我后来知道以后我又很害羞 又不想知道太多 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身为儿子 然后妈妈是做人体模特 不仅是在过去 那在我们那个年代八十年代 你也会觉得好像对一般人 有一个很神秘的一个面纱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是学美术的人 根本就觉得他就跟医生要学 就是很基本的 他是非常非常基本 但是又蛮重要的一个经验 所以都是女生同学跑过来跟我说 换我现在想想 好像很多女生就是对这块事情 就会有一种亮眼 但是又有一种倾线的感觉 我也觉得很特别 他们可能觉得是那个女性主义的先驱 他们小时候可能年轻不敢 但是他就是对女生来说 可能觉得展示自己的身体这件事情 后来我们在上课设计课的时候 那个也是有一个苏苗老师他说 不是女生 他说你们要趁年轻的时候 留下自己的身体的样子 可以拍照啊 不要害怕 就去拍啊 他没有直接讲人体啦 可是他的意思就是 你看我们老师那个年纪可能都四十五十了 假设你今天是十七八岁的孩子 他觉得那个身体的美感是最 一辈子就一次 你过了十七八就开始一直往下掉 就开始变形了 对那种是完全没有办法 一去不复返的 他会觉得很重要吧 所以很好玩 可是你在拍这个纪录片 你等于说 我其实我真的非常好奇 因为像我如果想象一个纪录片 可能受访者或者是被拍摄的人 可能是一个陌生人 或者是你找题材找来的人 但是他是一个跟你相处了几十年的一个家人 所以你去访谈他 或是你在拍的时候 他不会有一种抗拒感吗 其实他会觉得很烦 刚开始我会觉得很烦 他会觉得你又来了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 这个东西可以帮你留历史留资料 你现在没有一本书 你自己有把它整个传记写得很清楚 就是包括你后来做的事情 他就一直很care就说 人家永远都记得他那十年 二十六岁以前 二十七岁还是二十六岁退休了 就没有在做这个 他就在做他的舞蹈的东西 永远只记得那个十六到二十六 然后二十六之后到现在八十 中间大家都看不到 我就是跟他说你要让大家看到 这样子 然后我也觉得很重要 他说好啊 那就来谈 谈的时候也不完全是我发问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企划 那企划其实就是我太太 对 她也是被我苦读 然后我的想法是说 因为他跟他的婆婆会有一点距离 又有一点熟 有一点距离又有一点熟 这种发问可能会比完全无关的人更好 那可能又会比完全是他的儿子来问更好 这样子 因为受访者太亲密 他常常有些事情他就说 你都知道 或者他就不想讲 或者是跳过去 但是有一点关系又无关系 这个部分他就会 那我就说给你听来懂 让你懂一下这样子 他就会有这个层次出来 对 不过我觉得他应该也是蛮紧张的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说 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很愿意展现自己的人 所以说我在看影片的时候就觉得 哇 就是年轻的时候很愿意展现自己 然后到了现在 因为你说他已经80岁了 对 他还是很愿意的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 所以就那种 也不能说表演欲 应该表演欲一定有 因为他也做跳舞 但是他那种说自己故事的那种意愿 跟很想留下来的那种感觉 我从纪录片里面感受到蛮深的 对 你观察的也很深入 因为我觉得人到一个年纪都想要回顾 但谁来回顾就变得还蛮重要 所以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当然也去找了很多资料 去印证 会去补充 然后因此他在镜头面前 你知道的越多 他会愿意把他已经快遗忘的那个东西 也相对提供出来 所以我们整个方式就会说 我会列一些问题 请我们的企划来帮忙问 可是他其实不是很清楚 他甚至应该说完全不清楚 可是他问的时候 我又会在后面 镜头后面 我又会再丢问题出来 就接着跟他对谈 这样子 那因为我知道他有很多很精彩的 或者是比较有情感的话 根本就没讲出来 因为人在镜头前面往往都会 有一个保护 有一个距离 除非他已经忘记了 或者是 这个时候我就要跳出来 去刺激他一下 就是用这种双面交叉的方式 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 内部的东西没有放 那一方面是考虑整个调性 怕走到太个人化 比如说他的生活 比如说他身体总是老人 总是要看医生吃药 对于那种生死的那种感受 有时候又嗨嗨探探 有时候又在那边发脾气 这种很 每一个家里面的长辈都会有的 那照理说我应该是要呈现 其实我可以拍得到 也没什么难的 但是我就 有的拍了也就把它放一遍 因为整个篇幅会变倒 像是一个个人化的妈妈 对 那我就觉得 好像在艺术史上的东西 就会被稀释 所以我就会 采取一个很有趣的方式 去操作它这样子 你这样子前前后后 让他坐在那边访问几次啊 很多次 总共14个小时 14个小时 对 然后这整个拍摄 大概一年多 将近两年 那其实要访问非常多的周遭的人 但是都放不进来 我也考虑说要找一些大咖 就是他有认识很多艺术圈的 比如说林怀明老师 什么刘凤雪 还有林立真老师等等 什么平衡老师 那这些人都是 在舞蹈界算是有位置的人来谈他 他们也多多少少知道他的事 因为我母亲 就林诗段 他是比较另类的那种肢体的 在他们眼中 可是后来我发觉 我为什么要找一些 已经被标签的名师来谈自己的母亲 这有点怪 因为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去对话 所以我反而去找 能够分析到他的一些艺术上经验的 全部都是真的跟他一起工作 或者一起学习很久的学生 至少都是五年十年以上的那种人 我觉得你透过跟他的第一手的接触 会比那种好像老师级的 他用一种分析式的 他可能跟我母亲完全没有工作过 我比如说林怀明 他们是比他晚一点点 但是他也有经历过那个年代 他一定也知道 那我们家也有收集很多林老师的信件 可是我觉得他两位在一起没有工作过 他只是知道 然后那个互动就是好像 我是李导演 你是林导演 这样子 就是那种关系而已 这样谈得太有距离了 所以我觉得 东西是 对 但是他是很容易被提出来亮眼的东西 就会变得很像天下 或者是远见拍的那种视频 所以我就 我其实都访问得到 我们都管到也不难 所以我后来都在访问名单里 就把它先暂时放一遍 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 我自己看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精彩的地方 就是说当然前面有一个转折点 就是说他为什么开始做这件事情之后 我觉得有一个很精彩的地方是 后来就是他以一个年纪已经大了 已经80岁的样貌 然后再去重现那些舞蹈 然后跟以前的那种样子去做对比 我会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说 哇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舞蹈 这样子跳了这样子几十年下来 然后今天我要去记录他的时候 他不会觉得说 我现在已经年纪大了 我不要再重现了 我不要什么 他还是很大方的 在把这些东西全部再拿出来一次 是 他其实没有去忌讳他跳舞这件事情 而且他还蛮爱跳的 因为他每天 就是像练功的人 每天至少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傍晚就会在自己在练 练身体 然后他练的方式就是跳 那有时候就是躺在那边 然后动一动 那有时候是真的跳这样子 所以说我就跟他说 1975年这首音乐 这首戴宏轩老师的音乐诗 真的是考古出来的 连音乐界也都看不到 然后美术界也不清楚 我们就有以这个音乐为出发 然后你可不可以动一动也好 去随便感受一下 然后去跳一段也好 所以说我就请他跳了 我就在旁边拍 我也不敢干扰他拍太多 就是角度上面 我也不敢 因为他会很凶 他有时候还是有那个脾气 然后到了户外的时候 就是完全没有音乐 我就说你就是刚刚那个 同样会用在同样一个声音里面 然后你就去跳 所以户外他就是迎着风 在竹林里面 那也离他住的地方不远 就跳完 然后就把他用剪辑的手法 把他变得好像是同一支舞这样子 加上以前的素材这样 我还蛮好奇 因为你这个最后把他定名为 solo dance 读者的乐章 你觉得这个title是一个他的写照吗 是 其实就是他的写照啊 因为他跳舞也不是为了那个舞台啦 他就是 你看他做模特儿 也不是说为了 那个时候应该不可能是为了名利嘛 他就是刚刚好碰到 然后刚好那个东西对他的成长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念书 刚好就在利用那个机会 跟一群艺术家生活学习在一起 整整十年 这个就是他的养分 然后他但他就是一个人这样子 就是很执意的去做 包括他后来做的每一件事情的动机 都没有考虑到说 要怎么样把他弄得很大 这些没有 他就是说他觉得应该做 想做 然后就去做 然后所以就会变得 有一点 刚开始走是真的很孤单 到后来才有很多学生去follow他 其实很多艺术 搞艺术的大概都不免有这种习性 就是那种欲望 想要去做的欲望 所以我就把它定名为读者 我记得那个 你刚刚聊到那个 斯大那件事情 我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有趣 就是说他说 他很向往这个学校 但是没有进去念 所以当有人邀请他进去里面 跟他们参与一些活动 他就觉得很兴奋 可以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生活 人生之类的 他这一辈子以来都是用这样的心态在面对 就那段期间 你想想看嘛 16岁的小女孩 就是应该要上国一国二 但是她是刚好在做工 那个年代的女工的成长 大概都是这样 然后突然跑到另外一个阶层去 你要知道 不要讲大学好了 美术系这个东西 更是一个天外之天 就是你要很有财力 或者很有想法才能在那个年代 不然一般人不会去念美术 然后他又是在大学里面的美术系 所以说是少之又少 所以你会觉得 那个东西等于是他一个新的世界 我现在如果分析 他好像是他一个新的 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可以跟他过去的传统的生活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 虽然说在一般人眼中 你会觉得就是一个模特 然后而且是没有穿衣服 必须被别人画 就一般人 可是在艺术圈里面 他们可不是这样 因为只有他 他最后已经大到 就是说老师叫他管学生 对他还说 哪个同学迟到 就是说因为他 你看他没有一个学生会待十年 他待了五六年 老师就系主任都很信任他 然后就叫他管学生 然后他就拥有很多发言权 就在这个学校的位置 就很妙 不是现在的模特 因为现在模特有多 大家都是算终点 然后他那个时候已经变成 就只有他 然后你也得找他 然后他刚好又会跳舞 就是说你画其他人 可能还画不出来 所以说就是那个 所谓主权的位置 不是我们想象的 那个背在下面 他反而是在上面的 了解 对就很有趣 很有趣 最后这整个影片解出来 你给你母亲看的时候 他什么感觉 他还蛮喜欢的 对他还蛮喜欢的 对他觉得你把他拍得非常美 也不是他觉得该讲的都有稍微讲清楚 他有没有很兴奋或是很讶异 你靠采访他的这样子的一部纪录片拿到了金钟奖 然后还要入围金马奖 他表面是没什么 表面上没有吗 可是金钟颁奖那天他是守在电视前面 然后我就得奖以后 他说他也没说什么特别的兴奋 我说要不要一大鱼吃饭 他说不要吃什么饭 吃饭要出去干嘛的 没有你的得奖感言非常平淡 如果那个在上面点他的名字 他搞不好就哭出来了 开玩笑 对啦对啦 我们家的人都是比较不会去特别去凸显那个 对比较 我觉得他会很感动 我可以想象 我不用帮我妈拍纪录片 我帮她做一个什么事情 她可能 因为那个等于是你职业生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 呈现作品的方式 然后把它呈现在一个家人身上 我觉得一方面我觉得很特别 另外一方面就是 其实我看纪录片的时候 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动感在里面 谢谢 我是希望说能够立志 对对对 主要是把他的这个过程讲清楚 因为我们常常在做一些被人忽略的历史 然后我特别有感 不管是哪一个族群 那我能够做到自己家里面的身上 那我真的要谢谢大家 包括你们大家可以一起观看 就是就很快乐 我觉得就这样就很好 真的 我也很希望就说导演 最后又可以再拿下一个金马奖 之后有播出的打算吗 在大萤幕上面 目前就是入围的影片 它会放两次 OK 然后我们可能可以跟公司谈看 有什么机会做一种 类似座谈的 因为我觉得 我当初设计就是希望说 三个跨界 它能够在美术圈放 能够在舞蹈圈放 也能够在特殊教育圈放 然后去利用这个影片 不要去彰显示 而是去做对话性 对 后来我发觉反应比较大的 可能还是美术界 那舞蹈界好像 目前都没有太多的思考 这样子 是 最后我们能不能请导演 用一两句话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会希望说 大家从你的创作里面 学到什么 感受到什么 不管是做故事的模式 或者是像你刚讲到的各种故事 你觉得最希望人家注目到 你的创作的地方是什么 最希望人家注目到说 历史永远 台面上历史永远 都不是最完整的 我希望能够 大家都能够去发掘 台面下的历史 那个历史 不管是自己的 或者是社会的 还是亲近的人 那个属于 你应该去发掘历史 透过只有你去 看到的这个世界的过去 和现在 那个世界才会比较完整 对 不要只相信 台面上的历史 真的 纪录片导演 不断的去挖掘一些 大家没看到 但是很值得 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是 哇 我今天真的是蛮感动的 而且也非常谢谢 利少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今天很高兴 邀请到读物者乐章的导演 李利少来跟我们聊 他对于创作的想法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创作者 说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收听 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 别忘了帮我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好评 还有别忘了追踪研究生 脸书专页 我会在上面分享更多 关于这集节目的心得 我们下集节目见啰 拜拜 听着利少聊起 与母亲一起拍摄 纪录片的种种故事 从一段母子间 不太去碰触的话题 到以一个很慎重的方式 去记录它 真的相当感动 录音结束后 我跟利少说 我平常也会拍东西 玩摄影 他很开心地对我说 不管拍得是不是很完美 留下来 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记录 我忽然很深刻地感受到 记录 对利少这个 纪录片导演来说 是一个多么重要的 创作格式 而这个形式 从他母亲那个年代 记录自己的身体 一直到年纪大了之后 跟儿子一起 共同记录下 这个时代的艺术史 虽然利少说 他很意外 能够入围金钟金马 但或许 这就是这个年代中 大家很需要保留下来的 形式和故事吧 非常高兴 能够看到利少做出 这么棒的作品给母亲 也在金钟金马 这样的文化艺术 殿堂中获得肯定 也让我不禁开始想着 如果要跟家人 一起创作一个作品 会是什么样子的形态呢 谢谢你收听这一集的 创作者说 我是Kiss研究生 我们下集节目见 大家好 我是读武者的乐章 李力少 欢迎大家收听 创作者说 我觉得创作就是 是透过自己用影像或声音 去观察这个社会 去体验这个社会 呈现给大家分享